今日的ET个股推介是中国食品506 选择原因是中国食品的汽水类收入表现相当稳健 今年上半年按年升4.9% 去到90亿3千万人民币 在健康风潮下 近年毛糖和健康饮料的需求显着上升 中国食品亦增加了毛糖系列的汽水产品 而果汁类产品更加成为主要增长动力 上半年收入按年上升了21%至16亿5千万 市场占有率持续处于行业首位 受到疫情影响 中国食品上半年销量按年下跌4% 产品平均售价上升10% 推动整体收入上升6% 但原材料成本上涨 毛利率下跌2.7%至36.2% 国泰均安预料下半年成本压力获得舒缓 集团的毛利率会回升 中国食品未来几年盈利会保持稳定增长 昆蓬坡组合预测今年盈利 按年上升14%至6亿5千万 2022年至2024年 复合增长率达12.4% 今年2年市盈率10.1倍至9.1倍 至于行业较低水平 現价股值吸引 法律上,中國食品在10月見底反彈 上星期升至2.8就瘦了 星期三收報2.6.8 預料調整過後可以向上突破 挑戰3元罐 法律上可以在2.6級納 列穿上升軌2.4.5就適宜止蝕